接近年底,各大平台都开始播出重磅剧集,风起洛阳,谁是凶手,小敏家等剧的热播背后引出的刷好评,空评等相关事件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。 近日,央视新闻频道对这些争议进行了相关报道,但实际在剧情播出后,王一博在剧中对于人物的诠释一直备受质疑,尤其在在剧中一幕,百里红毅的父亲去世,王一博的表情甚至毫无波动,与这样的好评如潮大相径庭,而随后在五日播出的谁是凶手也陷入了类似的尴尬。 在首播的两集中,赵丽颖是完全没有出现的,但是网络上是铺天盖地的都是对赵丽颖的评价,而其中差评更多,就算是从预告片中看赵丽颖的演技,估计也很难看出来什么。 其实,影视剧的宣传方花钱雇佣水军在豆瓣等平台上刷好评,和电视台买收视率的行为相似,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预热。 炒作,除了将原本的收视群体稳固,还能吸引来不少路人粉,对影视剧的收视率,播放量都是有好处的,数据的好看才能吸引来更多的广告商,这样影视剧的制作方才能得到更多的收益。 这些影视剧播出前后的操作,早已成为了影视制作方的惯用手法,也一直备受诟病,但一直没有相关法律的制裁以及管理,所以,才造成让水军更加泛滥的程度。 而最近播出的小敏家,也疑似出现买水军的事情,在豆瓣热评前几名,能看到部分评论人,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日评论了风起洛阳,谁是凶手等剧,而对于这些剧的评价都是正面的, 从近段时间也能看出来,对于网络媒体的管理越来越严苛,也多是由于大环境的影响,娱乐,追星至上的群体过多,相关平台相继被下架整改, 也看出来,对于追星影视剧制作中的灰色地带已经被关注到,后续对相关事件的管理,只怕是会越来越严苛。